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温大人刚证不恶 以身寻知 实在令人可悲可谈 可是她一生未过 最后却落得惨死的下场 我一定会让冯夕复发 如今我回想起来 觉得冯夕好像不是在狡辩 冬月 你还不了解冯夕吗 她哪一次不是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蹊跷 我已经知道 文大人回京时 文心留书去见她 可是至今都下落不明 我已陪人沿路寻找 可还是 我相信她还活着 我们分头去找 只要能找到文心 我们就能知道 文大人真正的私意 文心 我知道你还活着 你受到任何伤害 我都能感受得到 殿下哥哥 殿下哥哥 快开门 殿下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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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殿下 文心小姐 你是来找殿下的吧 是的 是的 快叫殿下哥哥出来 我爹被坏人杀了 是我亲人看见的 小妹妹 你说的坏人 是谁呀 没想到闻业还有点本事 把你这个漏网之鱼 给藏起来了 求求你 求求你快叫殿下哥哥出来 求求你了 姐姐快叫殿下出来 放开我这个龟子手 放开我 这个龟子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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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哭天叫地的有用吗 不如这样 我马上送你去跟你父亲相聚呀 不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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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殿下哥哥 是他 是他杀了我爹 是我亲人所见 就是他 红政 到底怎么回事 殿下 红者也是奉命行事 困证 我是你的主子 你奉的谁的命 他奉的是我的命 我才是他的主人 原来是你 方月 你竟敢谋害朝廷命官 文业已死降书已毁 殿下 怎么就单凭女童之言 就可以断定是老臣 杀了文业呀 你不必诸多狡辩 你罪行累累 徇私枉法 我定要将你收监 是吗 好啊 那就看殿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看谁给动的 我看谁给动的 老臣失事之时 蒙殿下不弃仍然重用于我 老臣甚是感激 现在 你只要把这女童交给我 老臣不愿与殿下为敌 大人 不愿意 毕竟她是太子啊 就算留下这个小丫头 又能怎么样 我们撤 我 没有 准备 的话 这也就会发现 这是很薄 是 ada 你 这 我 了 你 是 傻子 放在 原来紫情是冬月帮我 纹在胸口的 原来文业是冬月的父亲 怪不得他以为 文业是我所伤 都怪我失去了记忆 留出这么大的误会了 这次非但没保住相书 文业还丢了性命 我这一步真的造错了 儿臣叩见父皇 免礼平身 谢父皇 行要 朕闭关许久 外面可有发生什么事情 儿臣郑有事要禀告 等您明家就安 何苦大师 刚又炼了一颗新药 要朕去服侍 朕就不听你长篇大论了 不过在这之前 朕让你见一个人 出来吧 老臣方元参见太子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 父皇 儿臣最近查明 当年明家旧案的主谋 正是方元 当年明家旧案的时候你还小 你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儿臣已经查明真相了 其实当年号称国主 已向明将军投降 降书便是证明明家 清白的证据 左相 为文书杀文业 他这么多年 一直在欺瞒你啊父皇 混账 我告诉你 方元所做的一切 都是奉旨办事 陛下 上次 臣办事不立 这次索性不辱使命 终于 请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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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月 谁是呢 他怎么死的 他怎么死的 是左响与英莉所为 他们杀文艳 就是为了抢走祥淑 不 这么说 我们都错怪冯夕了 旁人不信她 我不应该不信她 她的确与陆远潼虚于为夷 但为的 都是昊山国的降书 冯夕行驶怪证 也怪不得我们不信她 不信她 左相杀死门大人 可有证事 是温馨亲眼所见 温馨 你见到她了 在哪儿 她去京郊的河边了 我已经派人去保护她了 放心 你们先回去吧 我跟文心单独待一会儿 是 你们先回去吧 你们先回去吧 姐姐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告而别的 我那日出城 看见我爹了 我看见有人想抢他的东西 我爹把我藏起来之后 他去吧 好了好了 文心不哭啊 姐姐在呢 文心不哭了 文心 你看 文心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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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见的 你要听冬月姐姐的话 勇敢地做好以后的路 成为一个像姐姐一样的好姑娘 谢谢你 谢我做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做 就是 谢才干嘛 喂 你再不去捡 只穿拳都漂走了 对哦 对不起啊 我知道不是 不明白 无需多言 你看 属下参见太子殿下 免礼 听说你原是虎七英统领 因事久延误军机 被贬为知己郎 是 属下一时疏忽 酿成大错 一直悔恨不已 希望你谨记于心 日后莫再重犯 殿下提起之恩 定当以命相报 从今日起 你不再是从前的身份 刺明清晰 只听命于我一人 是 清晰知道了 退下吧 我要消息 根本就不能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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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得放我回去操办婚礼呀 不必了 闲杂事等我会安排妥当 你就在此安心住着 三日之后拜堂即可 三日 我堂堂右相 筹备婚礼岂能只用三日 不行 必须得走 你走的 我应急 他现在给他 我应急 借他的 我我保护 他就去 framework 你跟我走 他就要了 我家再继续 你不讲话 你不讲话 是不是 这 gobierno 我才会 你不讲话 说哪个人 啊 玉柔 你的婚事为父出马 一定会办得顺顺利利 多谢爹爹 对了 我想回趟冯府 拿些日常惯用的物件 那是应该的 桑妃 明日陪小姐回趟冯府 是 那我先去列个单子 去吧 给我钉死了 拿些什么没拿什么 都要搞清楚 是 你与陆远潼合作 无异于玉玉虎谋皮 那又如何 总之成婚以前 陆远潼是不会放你走的 你偷玉玺 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成婚 相信侯爷一眼便可看出 这玉玺主人真正的身份 你想得到什么 我想和冯夕 双宿双弃 撕手一生 我与侯爷达成了交易 你我成婚以后 我会把玉玺给她 你还真是糊涂 你把玉玺交给陆远潼 她还会放过我们吗 她总要顾及半点的香火情分 我已经认她做了义父 她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的 佳平和七皇子尚且在宫中 陆远潼就已经开始 谋划启事的事情了 亲生女儿尚且不顾 别说你这个半路 收的假女儿了 现在我的事情 被她知道了 她还会留下我们吗 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你怎么那么傻啊 你怎么那么傻啊 强留一个不爱你的人在身边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我想要的生活 就是和相爷在一起 哪怕我知道你不会真心喜欢我 哪怕只能做一天的冯夫人 我也愿意 谁在这儿 说我辜负了你 相爷 你不怪我脅迫你成婚吗 哪怕是我的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羽绒 若是你还念在我们相识一场 记住我最后的话 这次走了千万别回来 我为什么不回来 这些年你欠我的恩情 我要让你加倍地还回来 开始了 啊 重新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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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乐 你见到冯夕了吗 我也没见到她 真是奇怪 我也好几日没见到她了 平时她去哪儿都会 告诉我一声的 我看外面院子里 停着个轿子 应该是李宇柔在 我们去问问她 嗯 语柔姐 你见到狗小叔吗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这是我和相爷的喜帖 喜帖 你们要成婚了 对啊 所以以后 不能再叫我宇柔姐了 要改口叫我叔母 服戏她在哪里 自然的 我让她和你不在性格 我和你找她的一位 竟然是大师 对她的心情 我和她的心情 都是你的 对她的心情 她们俩 对她的心情 好 那是让她忍了 你问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月姐 你回来就好 我还以为你去找小叔了呢 道乐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我在书房发现小叔留的信 我去东郊私宅见陆远潼 自有阻止他的方法 你和祖元在府里待命 没我命令 不得离开 另外 看着童月 别让他来找我 婚礼果然有问题 可这也没说 可以阻止陆远潼的方法是什么 小叔的确有提过 他说在私宅后院 他会布置一番 可以让陆远潼有去无回 是什么 这也好 所以想要 不是 你 这场突如其来的婚礼 难道是李雨柔出卖了东西 你连梳个头也都梳不好啊 对不起 狮子爷 奴婢促手促脚的 是奴婢子错 我得有了冯夕这个女婿 自然看不上我这个 瘸腿的儿子了 所以你们一个两个 才敢怠慢我 你敢怠慢我 你才敢怠慢我 蓓儿 你出去 多谢侯爷 站住 来 父亲为你梳头 父亲 明儿 你的伤 是为父百密一书 父亲对不住你 但是 我会用天下最尊贵的身份 来补偿你 最尊贵的身份 我已经是丁远侯的儿子了 还能尊贵到哪儿去 皇帝和明贵妃的儿子 二皇子庞喜这个身份 够不够尊贵 父亲 二皇子不是冯夕吗 怎么会是我呢 原来父亲为冯夕主婚 是有此深意啊 明天你李宇柔就会交出玉玺 有了玉玺 我就能让你成为二皇子 这儿 蒙渊的明将军 在世上唯一的血脉 明家冤案 是皇帝这一辈子 都洗不去的污点 届时 我们就打着 为明家昭雪的大旗举世 我相信天下人 都会站在我们这边 是 父亲文桃武略 孩儿佩服 得过了明日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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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你跟着李宇柔 就没看清楚 他行囊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都是些寻常物件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这玉玺他到底放哪儿了 女儿 这么晚了 爹爹还没睡 明日为父要为你主持大婚 实在是太高兴了 睡不着啊 女儿能有明日 多亏爹爹成全 玉柔敏感五内 你知道就好 眼下冯夕是插翅难逃 你这婚是铁定要成的 放心吧 对了 明日就是大婚 不如今晚 就先把玉玺交给父亲 如何 先成婚 后交玉玺 不如今晚的婚离 与柔一生的幸福 都细于玉玺之上 眼下 是断不能交的 何况 爹爹也不差这一天 不妨再等等 这话也有道理 女儿还要布置礼堂 爹爹早些回去休息吧 明日就是你大婚的日子 女儿也早些休息 我是不是做错了 可若是不这么做 又该怎么办呢 你就是 雨柔妹妹吧 你是 陆世子 你这个称呼 就把我们叫生鼠了 你就叫我一声 哥哥吧 还请陆世子自重 还请陆世子自重 妹妹 你这就是不懂事了 我的前途不可先亮 你心心念念要嫁的冯夕 到时候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爹自有一番部署 总之 我今天要你 那是救你 是抬举你 你要把握好机会哦 多谢世子提点 世子的身子都这样了 还是早些歇息吧 我这是你没问题啊 丽荣 我这是给你机会啊 你不要 你千万别后悔 少爷 少爷 东元姐有出门吗 没有 那有什么人出入过月圆吗 昨夜紫园姑娘来送过饭 到了深夜才走的 道乐 紫园 道乐 是你吗 道乐 紫园 你为什么会在里面 你别进来啊 我 紫园 别进来 紫园 你怎么弄成这样 我 东元姐呢 我昨天晚上给她送饭的时候 她趁我不注意把我打晕了 还把我的衣服传走了 你们是两个废物 换了身衣服你们就认不出来了吗 快去准备车马人手 去东郊寺宅 是 我也去 陆远潼重兵驻守东郊寺宅 太危险了 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要去 你别在这里跟我逞英雄了 你都忘了吗 我们说好了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那好吧 那我在外面等你 未经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